走了笨蛋 跟上跟上 哎呀呀 咋我干什么 很痛的好不好 痛就对了 别发呆了 跟我一起去找 莫迪传送门怎么样 我在合成东西呢 你居然活活的 把我推出了 这个工作台的合成范围 走嘛走嘛 陪我一起去找 莫迪传送门嘛 自己去 放下你手里的斧头 我们有话好和说行吗 终于要开始了吗 带我去寻找吧 莫隐珍珠 哎呀 什么鬼玩 莫隐珍珠还能卡到 树叶里面呢吗 混蛋 我身上一共就几颗莫隐珍珠 我告诉你啊 你赶紧从树上下来啊 我的天哪 哪个笨蛋砍树砍一半啊 就不能把最上面那块木头 给砍掉嘛 气死个人 或许 谁打我啊 小月你干嘛 我干嘛呀 不是说买到去打猫里龙了吗 我提前锻炼一下 自己的射击技巧 怎么了 那你是我干什么 我又不是你的靶子 没事没事 咱俩关系嘛 最好了 好你个小月 我就不信你的箭矢是无限的 从现在开始 要是再让你射中我任何一发弓箭 我就是笨蛋猪头冰淇淋 小乌龟汉堡包谢黄宝 我就是笨蛋猪头冰淇淋 小乌龟汉堡包谢黄宝 是是 该明白 笨蛋猪头冰淇淋 小乌龟汉堡包谢黄宝先生 我的天哪 要是裤子在家就好了 有裤子缠着小月的话 我肯定就没有那么多麻烦事 裤子 你去哪了 裤子 你去哪了呀 布林姐 你醒醒啊 我的天哪 终于可以开始寻找魔力传送门了 我警告你啊 你要是敢掉进河里 你就完蛋了 还好还好 看样子这颗魔影之眼的耐久 还是挺多的 不知道我身上这三颗魔影之眼 够不够我找的魔力传送门了 算了算了 先试试看吧 看看能找到就找到 找不到就算了 不知道为什么 此时此刻的我 心中充满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虽说魔影珍珠一颗没爆 可要是再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的话 那可是海里面了呀 看来我得赶紧和小月联系一下 把可乐还有爱元给我喊过来 我一个人出海的话 实在是太危险了 爱元哥哥你还要过来做什么呀 傻丫头 想不想消除这个物品堆叠的禁忌啊 哇当然想了 有这东西在的话实在太麻烦了 那就好 我们在这里等爱元和小月过来 我们这是要去找魔力传送门吗 没错 凭借我们现在的装备 想要轻松击垮一只魔影龙 那还是轻轻松松的 唯一的问题就是 魔影之眼的数量不知道够不够 没事了 我们先一个一个目标来 这次的行星目标就是找到墨地传送门 阿元和小月子干嘛呢